詞曲 李宗盛 从今能不着边际 若主托顾虑也是无谓 曾经留心又不用收费 是多得我有资格走出路轨 若勉勉强强走位走过下世 能痛快也会收归 假最后只会 爱以前那位 再发梦也极无畏 如你借摩窗针爱上帝 自懂得见顺爱开一体 从不去爱死 从不理解死 从无到有这事太虚伪 如在这摩窗水到下世 别说错爱了也极无畏 怕事与怨违 怕怎算过后太造造 太把自实在 太把自实在 曾经强套 曾经强套用不着收费 曾经用心去扮作得体 若果得自你脚爱已今行齐 毋庸再扮有默契 累了学会自制 就算犯了大错 仍不需要心愧 若你借摩窗针爱上帝 自懂得见顺爱开一体 从不去爱死 从不理解死 从无到有这事太虚伪 如在这摩窗水到下世 别说错爱了也极无畏 可事与怨违 怕怎算过后太造造 太把自实在 先脱掉 好热 这一条影片 就是纯属找数 刚才玩的那只蠢 其实就是 对于我来说 都算是和Cash 最大关联的一首歌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歌 其实我就是在 我记得的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 的位置很有趣 这里的范围之后 其实还是很乱的 那我又拍张照片 给大家看 我的setup是怎么样了 好 那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现在这一件 是一支麦 来的 拆开了一个盖 其实是一支麦 里面的 因为免得这么吵 那在香港的地方 没办法 那接着呢 那我用这个 然后大家看到 我的影像 我就可以看到这里 所以我常常都很不满意 因为 不是很好看 那接着 我刚才唱歌 为什么好像 要有些echo 那样 因为呢 我在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 应该 漂亮一点的 所以我就用 第二部电脑 就录了我唱歌的声 然后呢 原来 自己写歌 是会忘记的 所以呢 我呢 又找回那张长行 那 就 就 这个叫陈子文 是我的朋友 就是 那时候 好像只有我们两个 香港是输了 有五个香港的 参赛者 这个就是 十六届cash的 流行歌曲 創作大菜 那我就在这里 那时候 入围的 你刚才就是唱的 那首歌 叫做 蠢 蠢 你知道谁帮我唱的吗 是 Isabella 哇 我小时候很可爱 Cash 其实就是一个 叫做 香港作曲 及作辞家协会 Composer and author society of Hong Kong 我刚刚看到了 原来我是04年的 9月27号入会的 而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我呢 就不太知道 我只知道每一年 就会有个Cash dinner Cash dinner 都 挺好玩的 但我就因为太懶了 好像去了两次 啊 我想介绍一下 这个 其实如果大家有追看我的post 都 会见过这个 很搞笑 这个人主持是李志光 我从来都不认识他 就是以前 然后 编曲 刚才蠢的编曲 他帮我再编过的 他叫做 Vitchard Yuen Vitchard Yuen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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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也说过很恐怖的东西 就是 就是 那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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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的 表演嘉宾 是他两个 是他两个 挺有趣 其实做 做华哥的 其实 真的 不讲都不知道 我还记得那时候 华哥有跟我说话的 那个年轻 那时候 啊 这个叫做 王美瑜的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过 嗯 台湾野音乐呢 那 他其实就是 现在大家 认识的 男 男幼士 咦 他了 至于深入的东西 我就不介绍了 大家上去找 cash.org.hk 那其实他就会出现了的了 好了 大家是不是都很想知道 怎样 入会呢 那我又 不停地读一些字给大家听 如果你有香港身份证 或者你以为 原作曲家 或者作词家 其实人也可以 家 那接着 那 非海外联会会员 什么事呢 就是譬如你台湾 台湾 其实的cash呢 是叫做mills的 那接着 不知道 就是 国内 国内 是会有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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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申请的两年内 说以下的其他条件 就是说你入了表去申请呢 其实呢 你也是有一个条件的 那条件呢 就是你要拥有至少一手 曾经商业贯錄的原创作品 那就是例如 你在香港出版的CD DVD 或者 还可以呢 在零售商店那里购买到的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 譬如我现在写一首歌 我自己 出了一首碟 那然后那首碟呢 我是没有经任何唱片公司 没有经任何发行的公司 那接着 那我就送给朋友呢 那虽然那首歌是我作的 但是呢 都不是叫做商业活动的 那除非 你 拿去发行 之后有得卖 那接着就证明到 那首歌是 我这首碟是用来赚钱的 那你就可以 入咯 那都很公平咯 好 那第二 第二呢 就是作品要有三次公开表演 广播 或者向公众提供的记录 作品数目呢 是不限为公开表演广播 或向公众提供的平台 必须获Cash Cash 承认的 建议申请者可 和我联络会员报 查询有关 就是打去问 那这个又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 比如你 你虽然没有出碟 但是你这首歌 笼统一点 就是派了台 就是派了台去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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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了歌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进入到Cash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作了一首歌 给薛凯琪 那首歌就叫做 《上帝时男孩》 这首歌就是我2003年 监制是James Dane 还有Evelyn Evelyn 叫弗莲 我们 他们就选了我这首歌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些来的 那就 很难唱的 我只记得 如果今天出家吃心 回答要真我会出心 如果大家 忘记了 其实呢 还有两款 会员 其中一款叫做出版人 出版人 就是 就是 那个发行商 就是替他出版 我这个由于 我是不是太清楚的 所以我不会在那里胡说 第三种叫做 承计人会员 就是 这个就是Cash 我说了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 究竟 详细的内容 我就建议大家 打Cash.org.hk 还有我觉得最有型 最有型的一件事 就是 在我打Cash.org.hk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活动 有很多活动 有最新动态 有 有 今年的Cash Dinner 就没有了 接下来 有Cash Flow Cash Flow 就是每个月 Cash都会出一本书 那本书 会介绍给大家 一些 作曲行业的知识 不单止是流行歌 例如 有些朋友是穿Classic 有个朋友叫做 吴卓妍 那 他呢 就是Classic 那些叫做正统作品 他就作了很多 每一年 我经常都见到他拿奖 那 那 就会有 創作歌手公布结果 又说给你听 今年Cash Dinner 没有了 那我觉得最鼓舞 最鼓舞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 很正面之余 那 刚才我说过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影片 因为我不小心上了报纸 其实我真的不可以代表任何人 任何作曲的人 因为我对这个会的贡献 其实是 没什么甚至零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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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都挺有型的 就是他没有将到 给了这些善款 我们每一个人的 新闻 放到最新消息那里 那 我不知道是因为未打上去 而是他不觉得是需要 在会员通讯那里说 是 尊敬的 是尊敬的 是尊敬的 是觉得尊敬的 那 没什么的了 我其实说了 其实真的不能说太多 如果大家真的想知道的 就自己上网看吧 拜拜